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开门一看 拨了个叉 呃 那个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转场之后 一个长得像邓紫棋的稍稍姐来到了酒吧 好家伙 二话不说 随便挑了一个龙套哥 就思潮了起来 这龙套哥呢 恰好又是翠花的朋友 在洗手间一番大战之后啊 稍稍姐就邀请翠花到她的纹身店逛逛 经验不足的翠花很快就被拐骗过去 两人屁叮屁叮的跟着稍稍姐来到了纹身店 然后就迎面走来了一个黑胡子的光头哥 他是纹身店的老板 光头哥第一眼见到翠花就已经暗自决定 他是我的人了 于是光头哥支开了龙套哥和稍稍姐 开始给翠花纹身 言谈之中 翠花渐渐的对光头哥产生了好感 可是他却不知道令人恐怖的事情即将来临 很快就稀里糊涂的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就快要走上人生巅峰的龙套哥 突然被稍稍姐注射了一只不明液体 也昏去了过去 接下来的画面啊 活了个去 看着嗨哥头皮发麻 光头哥也不给龙套哥打麻药 直接就做了一个人皮切除手术 翠花醒来一看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眼睁睁的看着龙套哥被扒了皮 紧接着又切掉了耳朵 给那条狗做了点心 最后再把龙套哥背部的皮扒了下来 当做画布 面对这一切的操作 翠花只有三个字 WHY 这时光头哥就说了 此人的皮扒下来会失去弹性的 我是一个艺术家 我的作品要完美无瑕 等成品出来的时候 你肯定会很喜欢的 转场之后 和他们一起去酒吧的几个红蓝绿女 各自快活了一宿之后 才发现翠花和龙套哥去了纹森店后 一整晚上都没有回来 于是几个人来到了这家纹森店询问 那光头哥肯定不会说实话了 就在几人转身离开的时候 稳仲姐突然发现墙上的图案 好像在哪见过呢 经过一番查看与讨论后 发现这不就是龙套哥手臂上的纹森吗 于是几人决定再次到纹森店救人 而潇洒哥却不同意 自己一个人跑到了酒吧继续happy 转场之后 三人再次来到了纹森店 还发现了骚骚姐 让他们更加肯定翠花和龙套哥已经遇害 马上打电话叫潇洒哥来帮忙 可这时的潇洒哥正在欣赏美女的钢鬼舞 哪有空接电话呢 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到了纹森店的地下室 结果可想而知 光头哥又多了几个人皮画布的材料 没过多久 稳仲姐趁光头哥出门交易的时候 把骚骚姐打晕了逃出去了 本想找人来解救翠花 却被一群小混混给逮了个阵子 恰好又被回来的光头哥遇到 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让混混和稳仲姐都下了地狱 转场之后 潇洒哥带着他的炮友一起来到了纹森店 炮友要求在那个啥 要在不可描述的地方打一个孔 自然而然也就被骚骚姐给弄死了 而潇洒哥一个人来到了地下室 看见自己的伙伴全都被搞得面目全非 也懒得管他们了 直接到屋里找到了翠花 翠花一看是老熟人了 那个激动的是肝肠寸断了 可就在这时剧情发生了翻转 原来啊 潇洒哥和光头哥居然是一伙的 潇洒哥花钱让光头哥给他老爸做了一副人皮画像 点名道姓要龙套哥的人皮 翠花一看呢 当时就傻了 潇洒哥还让光头哥把翠花给处理掉 他知道的太多了 光头哥对翠花那是真心实意的 二话不说就给潇洒哥来了一针头 然后解开了翠花的铁锁 让他自行处理 转场之后 当潇洒姐正在对炮友扒皮的时候 翠花突然冲了过来和潇洒姐干了起来 两人一番较量之后 还是翠花更胜一筹 影片的最后 翠花杀死了稍稍姐 而他自己并没有选择离开报警 而是接替了稍稍姐的位置 而潇洒哥却成了翠花的第一个巴皮对象 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看完整部影片了 嗨哥表示精神都快崩溃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点关注不迷路 嗨哥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